凭我对你的了解 你肯定是有什么事 有事 我能有什么事 对了 我还真有件事情 一直想问你 当初你为什么要闪婚呀 你看上他什么了 不会真的是一见钟情吧 行了啊 别这么虚伪 人干吗要跟钱过不去呀 再说了 挑一挑结婚对象的 把家庭条件 这种社会地位 这也很正常嘛 我说一句话你别不高兴 你是不是觉得我当初 非你给踹了 就应该一辈子不结婚 什么叫一辈子不结婚啊 我说过这话吗 再说了 我哪有这么大魅力啊 咱们分手才多久 你马上就闪婚了 虽然当初是我把你踹了 但是 但是我现在觉得 可能那时候我并不了解 女人到底算什么呀 说换就能换 三年的感情又算什么呀 说变就能变 没有什么女人是不可替代的 这个替代 可能是一瞬间的事 难道不是吗 我再说你自己话 小雨 没有钱就对你那么重要了 我告诉你五号 当初我选择的是我妈不是钱 那我说我当初闪婚的时候是一时冲动 是破坏的破甩你相信吗 我不信 我为什么要相信呀 你现在过得好好的 别跟我说这些 我不想听 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 自从我知道你闪婚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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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辈子我都不会相信 有永恒的爱情 有永恒的爱情 什么都是可以忘记的 过去的事情 过去的事情 就真的过去了 谁来了 谁来了 那大金小乖的干吗呀 你又不是不认识他 阿姨好 妈叫我阿姨呀 你从前不是很喜欢叫我妈吗 你天天往我们家跑 赶都赶不走 干什么呀 你是不是又想勾引我女儿啊 你就不怕你老婆看见 你说什么呢妈 我说的句句是真话 妈 你干什么呀 你搞的哪一出啊 我干什么了我 你干脆告诉他小查理 是他的儿子 让他马上离婚 这样你们三个就可以团聚了 是不是 妈 你现在说这个有意思吗 我告诉你 就是他离婚 我也不可能让你跟他在一起 闪了婚的男人 那是靠不住的 还找了个富家女 吃软饭的 你是不是 是个吃软饭的 你是不是非得在大街上嚷嚷呀 走吧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